高雄的大樓配上普典的設計 這棟新建案最近趕著要交屋 因為只要過了明年1月1號要交 未來轉手的最高稅率恐怕將課上45% 房地合一稅差轉彎 也讓房地產在明年元旦前提前掀起掃手槽 今年的交屋狀況已經相對比較不樂觀了 再加上明年交屋還要適用新稅制來講 尋求一些轉還或者是解約的這個機會是越來越多 不具民房仲透露 在房地合一稅出爐之後 短短兩天 新預售物退訂加上拋售 案件就至少增加一成 最近一年內交易獲利稅率高達45% 如果再加上囤房稅以及未來加稅 賣房清稅將成為歷史 沒有一個數字是大家能接受的 沒有一個數字是完美的 我們先實施讓它通過 雖然強調衝擊有限 但實際上卻是影響過大 影響戶數從8400戶激增到48000戶 更讓市場的買氣從預售屋轉到了中古屋 日礦在往下修正的這個過程當中 以一般的市民大眾來講 可能還是會選擇 第一個在今年年底以前進場 而且是選擇以中古屋作為這個主要的選擇標的 中古屋儘管是已低掉房地合一稅 但基隆優惠卻已延長到持有滿六年 加上房價長期看跌 也讓買房民眾變得光旺 還是會再等一陣子吧 因為房價實在是太高了 行政院版本房地合一稅本會即將闖關 但在民進黨版本還沒出爐前 會不會如期上路 恐怕還有變數 中產新聞 中報道